在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领军下 社群平台推特在短短几天内 将公司的logo从经典蓝鸟 换成狗狗币的柴犬名音图 然后又换回了蓝鸟 年代时狗狗币的价格 也如同搭上云霄飞车 周市一度重挫10% 推特周一将其标志 从蓝鸟换成柴犬图像 带动狗狗币价格一度狂飙37% 盘中涨破0.1美元 创下去年12月以来新高价 当时由狗狗币教父支撑的马斯克 在周市突然又把标志 从柴犬换回蓝鸟 狗狗币应声重挫 根据Bitcoin.com报价 狗狗币最低跌至0.0856美元 至于狗狗为何换回蓝鸟 推特没有发表评论 此时正值马斯克 面临狗狗币诈骗的集体诉讼 去年9月 狗狗币投资人一状告上法院 只靠马斯克与旗下特斯拉 SpaceX Boring Company等公司 操弄金字塔骗局 串模烘台狗狗币价格 在吸引散户入场后 再大量导货 导致狗狗币价格暴跌 投资人损失惨重 该诉讼案 并向马斯克等被告 求偿2580亿美元 马斯克在上周五 已向曼哈顿联邦法院 提出驳回该诈欺诉讼的请求